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欢子 我在外面出差呢 行 我知道了 那等我回去吧 嗯 好 好 怎么了 长啸把我的房子送给表妹了 我表妹想把房子卖了回老家 约我房管所办手续名 那房子是你跟长啸的共同财产了 他们没权利这么做呀 确实是 可买房子我又没花一分钱 再加上这些年长啸对我怎么样我心里清楚 都已经跟他分手了 怎么好意思还垫进了房子 只是 房子现在涨了不少钱 除去房贷以外 卖了还能再挣两百万 两百万 在我们村可是不少的数目 花子这次回去可疯光了 脱脱地缓解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轻易地答应他们 那还能咋办 购房合同虽然不在我们手上 但是是你是这个唯一的业主啊 我们找家仲介公司 把这个合同一办 直接把房卖掉 你疯了 我清醒着呢 你在乎的是相里相情 家长里短 我说的是法理法会它没毛病 可是 没有可是 如果你想要那笔钱的话 这是唯一的办法 不行不行 这太过分了 等你拿到钱的时候 如果还觉得过意不去的话 你就分你表妹十万二十万的 到时候她不仅不会埋怨你 她会感激你 天哪 我真没这么想过 媛媛 你说我们这么努力地奋斗 为的是什么 你表面上可以冠冕堂皇地 说上一大堆为了梦想理想 那其实不就是为了钱吗 有了钱 我们才能实现我们所谓的梦想 有了钱 我们才能过上我们想要过的日子 我向你保证 我只要一百万 作为咱俩未来的启动资金 不然 我们就在老公司得一直耗下去 连请假都费尽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前任人的故事吗 很简单 就因为我穷 她始终看不上我 这就是爱 这就是穷人的爱 无论如何 我不能因为穷跟你分开 无论如何我爱你 盈盈 我知道你爱我 我也爱你 好 我听你的 但我不想再听你说什么前任了嘛 小赵 嗯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啥忙 你说 长孝把她的房子给我了 我先把她卖掉 本来都说得好好的 怎么一下子就联系不到我表姐了 你看你有没有渠道通过你们这边直接卖掉 不对啊 小吴 你看一下 这个房子是不是你早上过的货 是我过的货 这房子她卖了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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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